MING PAO TORON 首先來到品嶺高羽夫喉場 今次我和兒子第一次來參加 這場地非常漂亮 基本上對跑步是很好的 因為不會傷腿 這場地最大不同是與硬地的分別 它是草地 所以落地時會吃光力 所以有些難跑 它有很多上落斜的都比較辛苦 最後它還要上一個暗斜位 那是要留少許力 等最後Taiwan追回來 或者加點力去過人 也是 因為始終是草地 平時也很少有機會 基本上除了D1學界 以及熱夜錦標賽之外 其實也很少有機會跑哥爾夫球場 所以草地也比較少有機會練習 相信對於很多跑手來說 都比較有挑戰性 這裡又大 你看到草其實也很綠 又不是地毯那種煤煤爛爛的草 所以其實也很開心 可以在這裡跑 因為很少有機會跑多一個這麼漂亮的場 而為了 這一次 其實真的有機會 都沒有勝出 這一次 是 就是 讓大家告訴我